我們到下一個部份 下一個部份會講什麼叫Physical Property 和Chemical Property 或者Changes 其實我們上一個Section 已經提到這兩樣東西 Physical和Chemical 如果大家記得這個表 其實我們有提到 Physical就是在Mixure裡面 將兩樣東西混合 然後Chemical就是 在Compagn裡面 將兩種Element 混合 我當時很簡單跟大家說 有新東西出現 就叫Chemical 沒有新東西出現 就叫Physical 但應該有點不太明白 我們就看看有沒有什麼特別的例子 當然 在意義上 Physical和Chemical 都依然是 Physical 就是一種Changes 或者一種Property 它是沒有新東西出現的 而Chemical就是會有新東西出現的 有什麼真實的例子 我們去理解這件事 譬如 如果我們說一件事 Physical Property 一個物理的性質 即是說 我們在觀察到這種性質的時候 是不需要有新東西出現的 譬如 一個例子 Lime Water 即是石灰水 大家都見過 譬如其中一個Physical Property 就是它是透明色的 為什麼是Physical Property 你看這個石灰水的時候 你是不需要令到它有新東西變出來的 你用眼睛一看它就是 那這些就叫做Physical Property 就是你觀察它的時候 它是不會有新東西出現 也不需要有改變的 又例如是什麼呢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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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硬度 例如 Lime Stone 很硬的 Lime Stone 是很硬的 我們知道這件事 很硬的時候 它是不需要有新東西出現的 所以它是一個Physical Property 然後再困難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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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Melting和Boiling 你說這個 周Sir不是Melting和Boiling 那就是 譬如水變成Steam 水蒸氣 那就是有新東西出現 那為什麼是Physical Property 你要留意清楚 水是一個Liquid Stay的H2O Steam是一個Gas Stay的H2O 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算它是由液體變成氣體也好 它都是沒有新東西出現的 因為它依然是 那個波的形狀 依然是兩個H貼著一個O 兩個H貼著一個O 它只不過是由比較密一點 變成比較梳一點 在這個過程是沒有新東西出現的 因為大家之前都學過的 就是那個Gas、Liquid和Solid 其實它那個Particle的樣子 只不過是鬆散程度 是沒有新東西出現的 那這些就叫做Physical Property 那有什麼叫Physical Change呢? 又Change說明有改變 那這次為什麼又是Physical 那一種的改變是沒有改變它的粒子的狀態 粒子的本質 譬如剛剛講到 Change of State就是沒有改變它的粒子 就是由H2O變回H2O 那就沒有改變 又例如改變形狀 譬如我把一塊鐵 由一塊礦石的樣子 打到成為一個鑊 沒有改變它的本質 它依然是鐵 又例如溶解 這件事 溶解這件事 譬如把鹽放進水裡 沒錯 你把鹽放進水裡 變成了鹽水 好像有改變 但你煲走那些水 那些鹽就會走出來 即是說其實它在裡面 只不過是在發生下面這件事 鹽是這個樣子 水是這個樣子 它們兩個混合之後變成這個樣子 在這個過程裡 是沒有新東西需要出現的 那這個就叫Physical Change 所以這樣叫Physical 這些都是Physical Property 或Physical Change 好了 講了這麼久 那chemical又是什麼 有沒有例子 例如我們 因為你們初中學過的 chemical reaction 其實是不多的 我們唯有舉一些 大家學過的例子 例如exit 可以react with marble limestone 和 metal 這些東西 你們是去年學過的 很簡單 你只要知道這些東西放在一起 它有一種新的物質出現了 它就是chemical的 例如什麼呢 exit和金屬反應 我們學過 它是會產生hydrogen gas hydrogen gas 這個東西本身 不是在exit和metal裡面存在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新的substance 產生 這些就叫做chemical change 又例如Line Water 你吹一些二氧化碳 進去的時候 會產生了一些white precipitate 這個white precipitate 本身是沒有的 所以它就是一種新的物質出現 通常在k 基本上有chemical property 它都是一個改變 不會是沒有改變 所以基本上 在chemical裡面 property和change 都是差不多的東西 OK 看看looks裡面其他例子 有什麼chemical change的例子 例如 在空氣裡面燃燒這個carbon 空氣裡面燃燒這個carbon 原本一塊炭和原本的空氣 你不應該會有找到二氧化碳 原本是炭 原本是空氣 不應該有二氧化碳 但是你燒完之後有二氧化碳 這個過程就是一個chemical change 或者炭燃燒炭產生二氧化碳 這個就是一個chemical property 炭 例如有沒有其他例子 例如電解 電解 電解水 可以產生天氣和氧氣 這個過程裡面 是不是有新產生 你看這個盒子裡面 有沒有兩個空心波 沒有兩個空心波 沒有兩個空心波 沒有這個組合 沒有HH這個組合 所以這個過程就叫做chemical change 大約這裡大家應該明白 什麼是physical change 不是chemical change 我們看看一些exercise 一些exercise 都不是很難的 譬如用一些例子 剛剛都說到 Line water 去boil這個由液體變氣體 是一個physical change 它可以發生反應 產生vite specificity 這個chemical 那有沒有一些 譬如關於hidrochloric acid physical property 和chemicality 說physical 就很容易的 因為你說的 基本上你肉眼都看得到的 性質就是physical 例如hidrochloric acid 有陣酸味 它是透明色 它是liquid 它是導賭電的 我們去年學過的 這些都是一些physical property 因為你在觀察到這種性質的時候 是不需要有新的東西出現的 這些就是它的physical property 那有什麼chemical property 有什麼chemical property 有什麼chemical property 就是它要有一種新的物質出現 那麼hidrochloric acid 譬如它可以和alkali 反應 產生水和sort 我們去年學過 這個是neutralization的reaction 這個就是它的chemical property 它可以和alkali 反應產生水和sort 這些就是它的physical property 和chemical property OK 接著就到下一個部分 也是第一課的最後一個部分 就是說回一次 是maxture和campan有什麼特別 你會問周Sir又說 之前就說了一次 那就不同了 因為之前說 我們只是說一下它的波 有什麼構成的不同 我們沒有說它實際上的性質有什麼不同 叫做幫大家問一次書 如果是campan 它是只有一種組合 但是那種組合裡面 是有多過一種波 例如這個 這個是bc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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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分別 讓你看看 上面的就是elemen 只有一種組合 和一種波 沒什麼叫maxture 就是有多過一種組合 多過一種組合 例如A和CC 這個就是bc d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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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D 可以嗎 那討論 這裡 和Mexture有什麼分別呢?我們看看 這裡有提到第一個最大的不同 就是Composition by Mask 什麼叫Composition by Mask呢? Composition by Mask就是它裡面的一些組成的東西 究竟的比例是怎樣 Mexture組成的比例是可以改變的variable 但Compound的組成比例是不變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大家看看上面這幅圖 上面這幅圖Compound 這裡有空心波和斜間波 我想問大家空心和斜間的比例 是否一定是1比1 它一定是1比1的 無論你這裡畫多少次這個組合 你畫100次也好 空心和斜間永遠都是1比1 所以為什麼是fix的ratio呢?就是這樣 又例如水 H2O 它裡面的H和O 的atom的比例 永遠都是2比1 裡面的H和O的比例 永遠都是2比1 所以為什麼fix了? 但是為什麼maxture是variable呢? 大家又看一看這幅圖 現在這個是A 斜間是B 現在先跟著這幅圖看 在圖裡看 A和B的Ratio應該是1比2 1比2 大家應該明白為什麼 你數一數就可以了 但是我們maxture裡面 我沒有限制你要有多少個實心波 我如果現在畫多個實心波 畫多一個實心波 它依然是同一個maxture 它依然是maxture of A和B 它依然是maxture of A和B 我再畫多一個都是 我再畫多一個A 實心 它依然都是maxture of A和B 我再畫多一個是不是? 我再畫多一個都是 我再畫多一個都是 都依然是maxture of A和B 但是現在在這種情況 現在我畫這幅圖 這種情況裡面 A和B的比例是多少 A和B的比例已經變了1比1 所以maxture 為什麼我們說比例會改變呢? 就是因為可以以不同的百分比混合這些東西 有沒有實際的例子? 有! 例如我們平時說空氣的比例 Oxygen是21% 但是Nitrogen是78% 但是你可不可以令到這個世界上 裡面呢存在一種 Nitrogen和Oxygen的比例 是一半半的 即是1比1的 是可以的 你也聽過 在高山上面 氧氣的比例是比正常低的 是不是? 那這些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情況 因為空氣是一個maxture of Nitrogen和Oxygen 它的比例自然可以改變 但是我可不可以改變到水裡面 Hydrogen和Oxygen的比例 就不可以的 因為水永遠都是H2O的 它變成不是H2O 就已經不是水 是其他東西 是不是? 所以為什麼 composition by Mask 是有variable和fixed的改變 然後再來第二個點 就是那個melting point和boiling point 對於compound來說 它是一個sharp的melting point和boiling point 為什麼呢? 譬如水 我說得它是水 它的boiling point一定是100度 melting point一定是0度 不可以改變 它永遠都是這樣 它跟粒子的吸引力有關 這些以後再跟大家說一下 但是反正 它只有X2O 它永遠的粒子吸引力 都是X2O和H2O的吸引力 所以就是sharp的melting point 和boiling point 但是為什麼 混合呢? 它是一個wide range的 boiling point和melting point 很簡單 譬如都是水 但是我這次放了它做鹽水 你有了鹽在這裡 你鹽的多少 就影響到那個水 容易變成水蒸氣 又例如大家 不知道家裡有沒有試過 你熬糖水 為什麼熬糖水熬極呢? 就是結塔塔 有些水也在 因為那些水很難走得到 那些水很難走得到 被一些糖 吸住了 那就改變了它的boiling point 可能它就不容易滾 可能會 這個情況就是因為 它已經不是一個pure的compound 已經是一個mixture 水和另外一樣東西 那 所以 為什麼是wide range of temperature 那 講一個典故給大家聽 就是 大家可能不知道 在高山上面煲水 那些水是會比正常 低一些溫度水滾的 所以如果你想在高山上面煮食 那些食物會煮極都煮不熟的 那有什麼方法呢? 很簡單而已 那些人就是 在水裡面 加很多鹽 為什麼加很多鹽 你會鹹死 那當然 它只會煮一些 不是很鹹的食物 譬如煮蛋 那你多加一點鹽都不重要 為什麼要加鹽呢? 因為你加了鹽 會改變了水的boiling point 令到它提高了 以及那個range比較闊了 就讓它的水 沒有那麼快變成水晶器 那所以呢 為什麼呢? 就是會 在山煮水的時候 加鹽就是這樣 都是跟這個 melting point boiling point 有關 那這是第二點 好到第三點了 第三點呢 都是compagnum mixture general property general property 就是怎樣呢? 又是用水來做例子 如果compagnum裡面的H2O 牽涉了兩種組成的元素 一種就是hydrogen 一種就是oxygen 對不對? 那在這裡裡面呢 我想問一問大家 這裡裡面的oxygen 這個水裡面的oxygen 它可不可以support burning? 它是不可以support burning 大家都知道 水是滅火的 為什麼可以support burning? 所以它這個性質 oxygen可以助燃這個性質 當它走進去compagnum裡的時候 就已經改變了 好了 但是如果假設我現在有另外一個 是一個mixture mixture of hydrogen 和oxygen 一個mixture of hydrogen oxygen 現在這個oxygen 可以助燃嗎? 是可以的 可以助燃的 給一個位置就可以了 不要用hydrogen 我們用nitrogen 即是淡氣 為什麼可以助燃呢? 你空氣裡面就是淡氣和氧氣 它就可以助燃 所以氧氣這東西本身呢 它的性質就可以保持了 在mixture裡面可以保持了 但它在compagnum裡面 氧氣的性質已經不同了 由助燃變成滅火 完全不同了 性質 可以嗎? 那我們就會說 constituent element 組成的元素 已經改變了它們的property 但在mixture裡面 原本是oxygen 它有助燃性質 即使它去了空氣裡面 這個是空氣 即使它去了空氣裡面 它氧氣這個助燃性質 依然是可以保持的 我們會說什麼? constituent substance retains their own properties in mixture 就是這樣的意思 我想大家都理解了 好了 然後到第四點了 什麼是change of information呢? 就是呢 當這個compagnum由它的元素變成它的時候 它是必定需要有chemical reaction 即是什麼? 即是有new substance出現 這個不難理解的 因為你從它的 由一種波變成兩種波 那肯定是有new substance出現的 沒有可能的 用回這裡做例子 我用空心波 和斜間波 變成它 那還不是有新東西出現 你原本都沒有空心斜間這個組合 你原本只有空心和斜間斜間這兩個組合 你到最後變成空心斜間這個組合 那就有新東西出現 所以有chemical reaction出現 但是mixture呢 mixture就不一定有新東西出現 我原本是實心和斜間斜間 有兩種這兩種東西 我把這兩種東西混合成上面這幅圖的東西 混合成它沒有新東西出現 所以就no chemical reaction take place 就是這樣的意思了 change information ok 所以第四和第五點其實是一樣的 只不過今次變成相反了 就是怎樣呢 我由它們拆開做它們的組成的substance 或者組成的元素 是牽涉到chemical 或者牽涉到physical ok 有少少複雜一下這個地方 大家要學會了它 不明白就問我了 理解一下 ok 這個部分就是這麼多了 第一課也都完了 那